大家好 今天芳姐又下香了啊 说了这几节东西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骨头的骨头制的 不知道是小骨还是楼骨还是腐骨啊 我看到有包脚很好 有点像那个腐骨的 然后上面也有些自然的风发掉的开孽 这个就是给氓朗采的 氓朗采的一个叶子盒 这里面就是烧的时候有些巴印 外表还是很完整的啊 就是里面这个 藤的 外面保了层 里面这里有点毛病 其余多还是挺完整的 盖子也合得好 这是一个藤的魅活文皇寺宝的 是 哦 这个是一个明家客的啊 这里上面有垮人物的 明代玉与贾宝玉的故事吧 这个应该是 松阀 东西很完整 厚实啊 比较跌手 红桶的啊 这是水红桶的 这是一个青石的 比较重 应该有个七八斤重 高浮雕 高浮雕的一个石骨 我们通常是用来放在茶桌上面啊 这个底啊 以前大夫人家也是放在那个 神台上面的啊 这里是扣了一个壁斧 高浮雕 这个骨钉很明显 这里也是一条壁斧啊 手跟雕出来的 手跟雕出来的 东西还是很完整漂亮 这个是个西服 西..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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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雕刻的啊 西制作的 是西服 一把茶服 这个是 这上面都是有全部工艺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方啊 一二三四五六 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 下面也有款啊 符小西制 点铜 整个气型还是很漂亮 也完整 上面这个提符 上面这个提符 提鸣 你看这里是那个 周杰高生的造型 一个大气啊 可以做一斤八重水 今天就... 交接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会做的 吗 咱们 那我们就会做的 也就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东西 做一些东西